让它穿入这个上方 拉出 然后正面的话我们可以横着再拉下去 因为是同色的线所以没有关系 不是很明显 那穿过去之后再找到对应的位置 挑一条线 然后再将它穿入正面 再穿到背面 固定 就让来回缝缝合一圈 就让它穿入正面 一圈缝绕好之后呢 藏线的方法跟之前藏线的方法相同 就是我们将线固定在反面 然后在反面我们任意的去调一根线 调一根线 这根线在针上绕一圈 或者绕两圈也可以 然后将针穿出 拉紧 这里就会有一个接头 然后将这根线来回的再在下方缝几次 缝好之后呢 将多余的线直接剪掉就可以 它不会松散 小草莓就固定好了 固定好之后调整一下就这样子的 然后另外一边我们是要缝合这个小花朵 缝合小花朵就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花瓣的正面 就是它有花心的地方正面 从这个花瓣正上方中间的位置 将这个白色的线拉出 好 拉出之后呢 我们将这根线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好是用针 用针的话会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我不喜欢穿针 是 是